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拿出准备好的画质 同学们观察一下三角语的特征 麦克老师稍微帮大家总结一下 他们拥有饱满且光滑的身体 四条短短腿 大大的眼睛 娇小的身躯 再搭配憨憨的微笑 看上去是不是超级可爱呢 三角鱼是台湾重要的保育类动物之一 他们在冰河时期就出现在地球上了 作为活化石的他们 被视为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的观看 三甲鱼并不是鱼 它们有圆滚滚的眼睛 虽然有四条短腿 但它们并不是蜥蜴哦 其实跟青蛙比较像 都是属于两栖类 因为三甲鱼宝宝小时候 生活在水中经过变态后 长大后就会离开水面 只是它们比青蛙还多了尾巴 三甲鱼喜欢居住在 私人的高山地区 大家也可以画出你喜欢的背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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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找出奇异笔工具 将铅笔线条再描绘一次 找出炒味工具 帮山椒鱼涂上你喜欢的颜色吧 在我们的宝岛上 科学家就发现了五种特有的山椒鱼 它们大多为河色或咖啡色 山区也会带有一些小斑点 毕竟还是需要一点保护色来躲避天敌嘛 这个白色的地方你有涂吗 这个白色的地方你有涂吗 找出水彩工具帮你的背景 刷上你喜欢的颜色吧 导师稍微帮你打湿一下 这样子上水彩会比较湿润 渲染的效果也会比较好 给你们发现的咖啡色好像太淡了 这时候用笔尖用笔尖沾一点点水 再去你的咖啡色 啊 啊 嗯 哦 啊 那你的小baby你要这个咖啡色还是这个咖啡色 这个试试 好那一样 搅拌一下 用笔尖 好接下来涂那个小baby 这颜色怎么看起来乖乖的 比较深啊 你想要再浅一点吗 好 那我们把笔洗干净 来调这个 好上来 那我们涂在白色的地方 白色的地方就好了 就不要去管刚刚那黑黑的 它们颜色等下就会搬家 这会有剑层 好去涂那个白色的地方 它的手啊 再沾好 那我们点在 点在它的身上看看 那种一滴一滴一滴 然后变很亮而且有晕开的那个小星星 可以再多啊 就同样的位置我们可以再多 点在湿湿的上面会晕开 好 你像很逼真 那再沾是不是又快没了 你就再沾一些些 那我也想沾呢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上 九桃 你如果要加中那个青苔的感觉 你可以调一点绿色看看 这本来就有绿色了 对啊 把它盖过去 让它在水柴上晕开 好 我调一点 这种绿色 你看我 这样展过来 换你展看看 这里 展在它的交界处 对 把它屁股那里有 对啊 你的岩石 你看这边 青苔会长在表面 所以你看那边的岩石 在表面 对 这样就超像 要来刷水 好 我们来刷水 那它是喜欢干净的水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蓝色 刷一刷 因为我们有上蜡笔了 所以可以直接盖住 直接大方的刷 直接用水柴 对 用水柴 大方的去 遮盖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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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三交鱼 为什么会有这么有趣的名字吗 原来 三交鱼的身上 带有胡椒 辣辣的气味 主要就是用来驱赶敌人 但是他们目前遇到最大的麻烦 就是地球气温不断的上升 随着地球暖化和环境污染 三交鱼 三交鱼的数量急剧减少中 他们面临着生存的威胁 属于保护地球环境 就等于间接的守护台湾的高山精灵 各位同学 你答对了吗 大家不妨也可以去问问爸爸妈妈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三交鱼呢 相信他们一定也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老师相信你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小巧思 构出更多有趣或丰富的背景 让画面看起来更有意义 如果你也是喜欢画画的小朋友 赶紧找出画笔来 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